等等我 大家好我是大梅 我今天又来港海咯 今天天气好好 走 看到没有发现一个大白隔 隔浅了 这个是花壳吗 这个是壳不是的 发现一个这海红跟海瓜籽 粘在一起了 还有一个藤湖呢 这一小波带回去 这里还有一条鱼 鱼肚这边翻出来了 这个是狗腿鱼 好大一个 看一下 鱼鳃还是红的 这个其实还可以吃的 带回去 发现一个小白隔 在这呢 好小 太小就不要了 看看这个洞里是不是 哎 在这边冒水呢 什么情况 直接陷进去了 一二一二 我腿出不来 陷进去了 天呐天呐 这边 我以为是皮皮下的洞了 我好勇敢 哈哈哈 发现一个大白隔 看到没有 我已经看到它的肉了 这一边呢 肉已经出来了 是 还在晒太阳了 走嘞 它怎么躲到这一拉罐里面去了 这个死掉 它身体就死掉 这个 闷死了 完了 天呐 这条鱼肯定比较笨呢 怎么跑到这里面去了呢 鱼鳃还是红的 还可以啊 还可以带回家 好大一条 这条比较大一些 这条就比较小 两条 已经到了今天咯 好多好多这边 好多金钱咯 看到没有 遍地都是啊 这个花甲已经碎掉了 哎呦 哎呦 这个拿起来好实在呀 哈哈 还有 大花壳呢 看到没有 这个肉已经出来了 大花壳这个肉 气 带回去 这个已经 你看 金钱咯的肉也全部出来了 翻了 这是睡翻了吗 带你们回家啊 哈哈 知道我想你们了 哎呀 这个准备要握纱了 看到了 这准备要握进去 看见掉了已经躲进去 一样 我这个 这个 我这个尾巴 这个肉伸得好长啊 要出进去了 好多 我今天没有带那个漏手 有点遗憾 大家用手一下 我决定用我的两手 就这样滑了就行 然后够够放框里淘一下就好了 大把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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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就是金钱了就要抓钱一样 呵呵呵 天哪 好多 我今天就不往里面去了 我就在这边抓点金钱了 带回去 今天偷个小懒 哈 哈 好多 integrate 好了好了回家了再回家吃饭了 捡了好多金钱了 还有狗腿鱼 狗腿鱼 我们这边炖蒜苔 特别好吃 走了 你们知不知道为啥它叫狗腿 是因为它的鱼刺骨头就是非常坚硬 就像狗腿一样 它因此而等于叫狗腿鱼 一刀两段啊 热锅倒油 倒入葱姜蒜化香 倒入狗子鱼 倒入狗子鱼 倒入料酒 倒入生抽 倒入蒜苔小米辣 加少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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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汁了 倒退 出锅 好 可以吗 可以吗 尝尝尝尝 我这水瓶不比反应差 我这枣型更白拍 好 尝尝 哈哈哈 嗯 这鱼子好吃的 嗯 你得烧吃一点 这个鱼子 嗯 够专心 一点盐粉放 嗯 只放一点酱 嗯 倒入掉 嗯 蒜苔焖狗腿 是我们海边经常吃的这道菜啊 它可以 还有 红烧 煲汤 炸鱼片 都可以 好了我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得吃饭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